預審庭奧會在哪裡舉行呢 大家或許會感到訝異的 事實上就是在這個警察局裡面 有一個法庭 一走進警察局的一樓 就看到法庭的標示方向 在右手邊就是上達比區初級法院 在警察局內的法庭 這個法庭並不大 旁聽席一排大概只有七個座位 然後只有三排 法庭內一般不准攝影也不能用電話 而被告會從面對法官 左手邊的門走出來 所以我們在上達比的警察局可以看到 這裡的停車位是專門留給所謂的 Prisoner Transport 那孫安佐的這個囚車會停在這裡 然後從那個門走進去 去開預審庭 而根據上達比警察局局長 齊武德所獲得的消息 孫安佐應該會在開庭時 放棄預審的程序 除了沒有證詞之外 有利於未來的認罪協商 還有維持原有的控訴 另外還可以避開媒體的過度注目 必須強調的是 孫安佐的律師到目前沒有接受 任何台灣媒體的採訪 所以就算他明天要是跳過預審 到底是不是真的為了認罪協商 還是有其他的考量 要到最後才會知道 記者公安華林姿惠賓州的採訪報導